自从生猪价格创新高之后 很多地区的猪肉也跟着涨到30多块钱一斤 如今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 猪肉价格就一直没有降下来过 反而是鸡肉和鸡蛋这些动物类蛋白 被猪肉连带着拉高了身价 进入11月之后随着天气逐渐变冷 鸡肉在市场上开始持续走敲 从养殖基地到终端菜场 每个环节的鸡肉价格都有所上调 15块一斤的白条鸡 16元一斤的鸡胸肉 比平时的价格高出了很多 在各种肉价一片上涨的情况下 很多消费者已经拿不定主意 该买什么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盼着市场上的肉类降价 事实上不管是猪肉鸡肉还是其他肉类 价格之所以会不断变动 供求关系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如果国内的养殖规模跟不上的话 肉类供应紧张的局面很难得的缓解 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出现涨价也是情谊之中的事情 为了保证肉类市场的供应 国家还出台了不少政策 其中就包括从国外进口各种肉类 11月14号 中国海关总署和农村农业部联合发布公告 将解除此前我国对美国鲜肉进口的限制 早在2013年和2014年 美国部分地区发生潜流感疫情 为了防止疫情传入影响我国的家秦益生产 中国借着美国向中国输出秦类和相关产品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美国的秦肉产品已经符合我国的要求 中国才解除了美国秦肉进口限制 解除美国秦肉进口限制 意味着之后中国将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秦肉进口 在猪肉筋肉接连涨价的情况下 很多人都寄希望于从国外进口大量肉类来稳定肉价 随着进口秦肉的增加 是不是意味着消费者终于能吃上低价肉了呢 一方面鸡肉价格之所以上涨 主要是消费者把它当成了猪肉的替代品 所以市场对鸡肉鸡蛋的需求量才会不断扩大 目前就连鸡苗的供应都很紧张 不过随着大量的美国秦肉产品进入我国 能够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 供应充足了 原本随猪肉价格上涨上涨的秦肉产品的价格也会被压低 另一方面随着生猪生产的逐步恢复 我国的生猪供应紧张的局面已经有所缓解 虽然市场上的猪肉价格还没有明显回落 但是11月以来各地的生猪价格已经有所下降 可以预料到的是进口秦肉的增加 也会进一步冲击国内的猪肉市场 到时候国内的猪肉降价还会远吗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